朋友们,2024年1月5日,我们继续来读经。 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 民宿记第15章、16章 彼得前书第3章、第4章 诗篇131篇、132篇 以及希伯来书第11章、12章 好的,我们先来到民宿记第15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索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对他们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你们要从牛群、羊群中 取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火祭 无论是繁祭或祭物 为要还所许特别的愿或甘心祭或节气的祭 作为献给耶和华的新香之祭 那献贡物的要将十分之一 依法系面和四分之一心油条和 做树祭献给耶和华 无论是繁祭或祭物 要为每只小绵羊预备十分之一心酒 做焦酒祭 要为每只公绵羊预备十分之二 依法系面和三分之一心油条和做树祭 又用三分之一心酒做焦酒祭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之祭 你预备公牛献给耶和华做繁祭或祭物 为要还所许特别的愿或平安祭 就要把十分之三依法系面和半心油条和做树祭 和公牛一同献上 又用半心酒做焦酒祭 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献公牛或公绵羊或小绵羊或小山羊 每只都要这样处理 无论你们所献的树木多少 照着树木每只都要这样处理 凡本地人将新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都要照样处理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那里 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 愿意将新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你们怎样处理 他也要照样处理 至于会众 无论是你们或寄居的外人 都要遵守同一条例 这是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 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 你们和寄居在你们那里的外人 要遵守同一律法 同一点章 耶和华吩咐摩西索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你们到了我宁你们进去的那地 吃那地的粮食时 要把举迹献给耶和华 你们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 做成饼当举迹献上 你们要举上如同举合场的举迹 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 当举迹献给耶和华 你们若犯了错 不遵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一切命令 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所命令你们的 从耶和华命令的那日 直到你们的世世代代 惠众因没有察觉而犯了无心之过 全惠众就要将一头公牛笃做反计 遵照典章 把树祭和焦酒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新香的祭 又要献一只公三羊做赎罪祭 祭司要为以色列全惠众赎罪 他们就必蒙赦免 因为这是无心之过 他们要因自己的无心之过 把贡物就是向耶和华当献的火祭和赎罪祭 带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全惠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 因为这是众百姓的无心之过 若有一个人无意中犯了罪 他就要献一只遗岁的母三羊做赎罪祭 这误犯罪的人因无意中犯了罪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他就必蒙赦免 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 若无意中犯了罪 都要遵守同一律法 但那故意犯罪的人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的 亵渎了耶和华 这人必从百姓中减除 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话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这人一定要减除 他的罪孽要归到自己身上 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财 发现他捡财的人 把他带到摩西 亚伦以及全会众那里 他们把他收压在间里 因为还不知道要怎样惩罚他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这人应当处使 全会众要在银外用石头打死他 于是全会众把他带到银外 用石头打死他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 对他们说 他们世世代代要在衣服边上缝隧子 并在边上的隧子 钉一条蓝色带子 你们要佩戴这穗子 好叫你们看见他 就记起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并且遵行 不随从自己的内心和眼目的情欲 而跟着行淫 这样你们就必记得 并遵行我 以一切的命令成为圣 归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拧出来 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民述记第十六章 逆位的真孙 哥侠的孙子 以斯哈的儿子可拉 年同女辩子孙中 以尼亚的儿子大丹和雅比丹 与比勒的儿子安 带了以色列人中的250个领袖 就是有名望 从会众中选出来的人 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 聚集攻击摩西 亚伦说 你们太过分了 全会众人人都成为圣 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 你们为什么抬高自己 在耶和华的会众之上呢 摩西听见就脸浮于地 对可拉和他所有同伙的人说 到了早晨 耶和华必指示 谁是属他的 谁是成为圣的 就准许谁亲近他 他要叫自己所拣选的人亲近他 可拉和你所有同伙的人啊 你们要这样做 要拿着香炉 明天在耶和华面前 把火盛在炉中 把香放在上面 耶和华拣选谁 谁就成为圣 逆位的子孙呢 你们太过分了 摩西又对可拉说 逆位的子孙 听吧 以色列的神 将你们从以色列会众中分别出来 使你们亲近他 在耶和华的藏墓中侍奉 并且站在会众面前 替他们供职 这对你们岂是小事吗 耶和华已经准许你 和你所有的弟兄 就是逆位的子孙 一同亲近他 你们还要求祭祀的职份吗 所以你和你所有同伙的人聚集 是在攻击耶和华 亚伦算什么 你们竟向他发怨言 摩西派人去叫以尼亚的儿子 大丹和雅比兰 他们却说 我们不上去 你把我们从流来与蜜之地拧出来 让我们死在旷野 这岂是小事 你还要自立为王 管辖我们吗 你根本没有拧我们到流来与蜜之地 也没有给我们田地和葡萄园作为产业 难道你想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 我们不上去 摩西非常生气 就对耶和华说 求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贡物 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 也没有害过他们中任何一个人 摩西对可拉说 明天你和你所有同伙的人 以及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你们个人要拿一个香炉 把香放在上面 个人要带香炉到耶和华面前 共250个 你和亚伦也各拉自己的香炉 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 甚至火加上香和摩西 亚伦一同站在会幕的门口 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口 攻击摩西和亚伦 这时耶和华的荣光向全会众显现 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立刻把他们灭绝 摩西亚伦脸浮于地说 神是万人气息的神啊 一人犯罪 你就要向全会众发露吗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吩咐会众说 你们远离可拉大丹和亚比兰帐篷的周围 摩西起来到大丹亚比兰那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都跟着去 他吩咐会众说 你们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吧 不可碰他们的任何东西 免得你们因他们一切的罪而消灭 于是会众远离了可拉、大丹和亚比兰的帐篷 大丹和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和小孩子出来 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 摩西说 因这件事 你们就必知道这一切事是耶和华差派我做的 并非出于我的心意 这些人的死若与世人无异 或者他们所遭遇的和其他人相同 那么耶和华就不曾差派我了 但是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 使地开了孽口 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 叫他们活活坠落阴间 你们就知道是这些人藐视了耶和华 摩西刚说完这些话 他们脚下的地就裂开 地开了孽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 以及一切属可拉的人和财物都吞了下去 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坠落阴间 地在他们上面又合拢起来 他们就从会众中灭亡了 在他们视为的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的叫声 就都逃跑 说恐怕地也要把我们吞下去了 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吞灭了那上乡的二百五十人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祭司的儿子尹尼亚撒说 把香炉从火中移开 再把炭火撒在别处 因为这些香炉是分别为圣的 要把那些犯罪至上己命之人的香炉垂成薄片 用以包祭坛 因为这些本事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 分别为圣的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 于是尹尼亚撒祭司把被烧死的人 所献的铜香炉拿来 他们被锤出来用以包坛 给以色列人做纪念 为要叫亚伦子孙以外的人不得进前来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免得他和可拉与同他一伙的人一样 正如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第二天 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 亚伦的时候 摩西和亚伦转向会幕 看那云彩遮盖会幕 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 我好立刻把他们灭绝 他们二人就脸浮于地 摩西对亚伦说 拿你的香炉 把祭坛的火绳在里面 加上香 赶快带到会众那里 为他们赎罪 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面前发出 瘟疫已经开始了 亚伦照摩西所说的拿了香炉 跑到会众中 看那瘟疫已经在百姓中开始了 他就加上香 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 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因可拉事件死的以外 照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 亚伦回到会幕门口 到摩西那里 瘟疫已经止住了 接下来是彼得前书第三章 同样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即使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也会因妻子的品行 并非言语而感化过来 因为看见了你们敬虔 纯洁的品行 你们不要借外表来装饰自己 如编头发 戴金饰 串美丽的衣裳等 而要有蕴藏在人类心 不衰退的美 以温柔衔静的心 装饰自己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 称她为主 你们只要行善 不怕任何恐吓 就成为萨拉的女儿了 同样你们做丈夫的 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生活 体贴女性是比较软弱的器皿 要尊重她 因为她也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这样你们的祷告就不会受阻碍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 相爱如弟兄 存怜悯和谦卑的心 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道要祝福 因为你们正是为此蒙糟的 好使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 凡要爱惜生命 享受好日子的人 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弃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求 因为主的眼 看顾义人 他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但主向行恶的人变脸 你们若热心行善 有谁会害你们呢 即使你们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奉主 基督为圣 尊祂为主 有人问你们心中 盼望的理由 要随时准备答复 不过要以温柔 敬畏的心回答 要存无亏的良心 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 使那些凝辱你们 在基督里 有好品行的人 自觉羞愧 神的旨意 若是要你们 因行善受苦 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 因为基督 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领你们到神面前 在肉体里 他被制死 但在灵里 他复活了 他借着灵 也曾去向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传道 就是那些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 生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预表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拯救你们 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 而是向神恳求 有无愧的良心 耶稣已经到天上去 在神的右边 众天使 有权柄的 有权能的 都服从了他 彼得前书第四章 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已经与罪断绝了 使你们从今以后 不再随从人的情欲 只顺从神的旨意 再是度余下的光阴 因为你们从前 随外邦人的心意 生活在淫荡 情欲 醉酒 荒厌 狂饮 和可证的偶像崇拜中 时候已经够了 在这些事上 他们见你们 不与他们同奔 放荡无度的怒 就以为怪 毁谤你们 他们必须在那位将要 审判活人 死人的主 面前交账 为此 死人也曾有福音 传给他们 要使他们的肉体 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 却靠神活着 万物的结局尽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首 要谨醒祷告 最要谨的是 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神各种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人讲道 他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人服侍 他要按着神 所赐的力量服侍 好让神在万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愿荣耀和全能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亲爱的 有火一般的考验 宁到你们 不要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 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 受辱骂 是有福的 因为荣耀的您 就是神的您 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 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 偷窃 作恶 好管闲事 而受苦 若有人 因是基督徒 而受苦 不要引以为此 道要因正名 而归荣耀给神 因为死后到了 审判 要从神的家开始 若是先从我们开始 那么 不信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义人 还紧紧得救 不前进 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 可占呢 所以 照神旨意 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的灵魂 交给那 信实的造物主 接下来是 诗篇131篇 谦卑靠主 耶和华 我的心不狂妄 我的眼不高傲 重大和测不透的事 我也不敢行 我使我心 安稳平静 好像母亲 怀中断奶的孩子 我的心 在我里面如同断过来的孩子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从今时 直到永远 诗篇132篇 圣殿诵 耶和华 求你纪念大卫 纪念他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 向雅各的大人者许愿 我避不进我的帐幕 也不上我的床铺 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皮打顿 只等到我为耶和华 寻得所在 为雅各的大人者 寻得居所 我们听说约贵 在以法他 我们在雅尔的田野 寻见他 我们要进他的居所 在他脚凳前下拜 耶和华 求你兴起 与你有能力的约贵 同入安歇之所 愿你的祭司 披上公义 愿你的圣民欢呼 求你 以你仆人 大卫的缘故 不要厌弃 你的受高者 耶和华 凭信时 向大卫起了事 绝不改变 我要 逆你身 所身的 坐在你的宝座上 你的众子 若谨守我的约 和我所教导 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 必永远 坐在你的宝座上 因为耶和华 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这是我永远安歇之所 我要住在这地方 因为我愿意在这里 我要赐福 使粮食封煮 使其中的贫穷人 饱享食物 我要使祭司 披上旧恩 圣民就要大声欢呼 在那里 我要使大卫的脚茁壮 为我的受高者 预备明灯 我要使祂的仇敌 披上羞耻 但祂的冠冕 要在祂头上发光 接下来是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 有把握 对未见之事 有缺具 古人因着这信 获得了赞许 因着信 我们知道 这宇宙是借神的话 造成的 这样看得见的 是从看不见的 造出来的 因着信 亚伯献祭给神 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获得了赞许 为义人 神亲自 月纳了祂的礼物 祂虽然死了 却因着信 仍旧在说话 因着信 已落被揭去 得以不见死 人也找不着祂 因为神 已经把祂揭去了 只是祂被揭去以前 以讨得神的喜悦 而蒙赞许 没有信 就不能讨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并且信他会赏赐 寻求他的人 因着信 挪亚既蒙神 指示他卫生的事 动了敬畏的心 造了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借此 他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 那从信 而来的意 因着信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承受 违基业的地方去 他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因着信 他就在所应许之地 做客 好像在异乡 居住在帐篷里 与蒙同一个 应许的以撒 和雅各一样 因为他等候着 那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设计和建造的 因着信 萨拉自己 已过了生育的年龄 还能怀孕 因为他认为 应许他的那位 是可信的 所以 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 竟生出子孙 如同天上的星 那样众多 海边的沙 那样无数 这些人 都是存着信心似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观望 且欢喜迎接 他们承认自己在地上 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寻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回去的机会 其实 他们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 就是在天上的家乡 所以神并不因他们称他为神 而觉得羞耻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因着信 亚伯拉罕被考验的时候 把以撒献上 这就是那领受了应许的人 甘心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论到这儿子 神曾说 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他认为神甚至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 意味着他得回了他的儿子 因着信 以撒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因着信 雅各临死的时候 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个别祝福 扶着拐杖敬拜神 因着信 约瑟临终的时候提到 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 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言 因着信 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 把他长了三个月 并不怕亡的命令 因着信 摩西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 也不愿在罪中享受片刻的欢乐 他把为弥赛亚受凝辱 看得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因着信 他离开埃及 不怕王的愤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 因着信 他设立雨月节 在门上洒雪 免得那毁灭者 加害以色列人的长子 因着信 他们过红海 如行干地 埃及人 试着要过去 就被淹没了 因着信 以色列人 围绕耶利哥城七日 城墙就倒塌了 因着信 既旅拉河 曾友善地接待探子 就没有跟那些 不顺从的人 一统灭亡 我还要说什么呢 若要一一细说 积淀 巴拉 参孙 耶弗塔 大卫 撒姆尔 和众仙次的事 时间就不够了 他们借着信 制服了敌国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 堵住了狮子的口 灭了烈火的威力 在锋利的刀剑下逃生 从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中 显为勇猛 打退外邦的全军 有些富人 得回从死人中复活的亲人 又有人忍受严刑 拒绝被释放 为要得着更美好的复活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 各等的磨练 他们被石头打死 被锯锯死 被刀杀 披着绵羊 山羊的皮 各处奔跑 受贫穷 换烂 虐待 这世界配不上他们 他们在旷野 山林 山洞 地雪 漂流 无定 这些人都是因信 获得了赞许 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神给我们 预备了更美好的事 若没有我们 他们就不能达到完全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所以既然我们有这许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就该卸下各样重担 和井井残累的罪 以坚忍的心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我们信心的创始 成终者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如今已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你们要仔细想想 这位忍受了罪人 如此顶撞的耶稣 你们就不至心灰一览了 你们与罪恶争斗 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神 劝你们如同劝儿女的那些话 说 我儿啊 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回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他所接拉的 每个孩子 为了受管教 你们要忍受 神带你们如同带儿女 哪有儿女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儿女 共同所拧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 就是私生子 不是儿女呢 再者 我们曾有肉身之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灵性之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命吗 肉身之父都是短时间水几亿管教我们 唯有灵性之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痛苦 后来却为那经过锻炼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的果子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举起来 发酸的腿挺直 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 使缺了腿的不再脱臼 反而得到痊愈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人非圣洁不能见主 要谨慎 免得有人失去了神的恩典 免得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因而使许多人沾染污秽 免得有人淫乱 或不尽钱如以扫 他因一点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后来你们知道 他想要承受父亲的祝福 竟被拒绝 虽然留着泪苦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回心转意 你们不是来到那可触摸的山 那里有火焰 蜜云 黑暗 暴风 绞生 和说话的声音 当时那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担当不起 所命令他们的话 说 靠近这山的 即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景象极其可怕 以至摩西所 我恐惧占惊 但是你们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城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千万万的天使 有明智记录在天上 种掌子的圣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成为完全的义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中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信息 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不可拒绝 那像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拒绝了 在地上警戒他们的 尚且不能陶醉 何况我们违背 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这再一次的话 是子民被震动的 要像受造之物一样被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能长存 所以既然我们得了 不能被震动的国度 就要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吞灭的火 好的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们再见